日本东京 一个黑帮事务所内 满身伤痕的白衣男人跪在屋子 他因破坏了道上的规矩 在别人的地盘上贩卖私货 被其他组的人抓了钱 男人竭尽全力的向面前的大老人错 而这时旁边的白发老人命令手下将他的衣服扒光 扒光衣服后 出现在几人面前的是白衣男人精致的纹身 老人不还好意的打量着男人身上的纹身 而这时 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大老 从阴影中探出身子 他爱死这副纹身了 现在取他的刀了 几分钟后 一个浑身皮肤被剥离的男人 痛苦地在大街上行走着 路过的行人纷纷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幅荒唐的画面 灾难席卷日本的前三天 各种令人作呕和丧心病狂的事情 已经在全国各地悄然出现 无论是正在比赛的相簿 突然爆起虐杀压死观众 还是本来好好的美食节目 食材突然变成了评委和嘉宾 但即使是乱套日本也乱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一个叫阿敏的年轻人 在一切刚发生时 还在家中观望着荒牛的一切 甚至刚开始 这种到处都是人间地狱的血腥场景 让他觉得还挺有意思 他曾经画过一部漫画叫《利刃天使》 里面充斥着不少阴暗和血腥的情节 他的朋友对此赞不绝口 认为这个漫画放在当今是十分超前的 内容也非常有意思 而敏桑却知道 这个漫画的成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漫画是他的朋友惠美子逐笔完成的 只不过以他的名义发布销售而已 而这时惠美子打来视频电话 阿敏以为惠美子他们居住在山区 不会受到这波灾难的牵连 但惠美子见面就问他 东京是不是也发生了这些事情就能看出 惠美子那边也发生了 阿敏告诉惠美子 他要出发了 他现在要去找他那些黑道的朋友 他们有枪 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更安全 说完 阿敏继续叮嘱惠美子 如果他可以活下来的话 就一定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下来 可他这话刚说完 还没有等惠美子回话 视频就在一阵闪烁后消失了 这一次就连网络也断了 阿敏隔着屏幕告别了惠美子 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了自己的手枪 为什么一个漫画飞宅会认识黑道 而且还有一把手枪 而这一切都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阿敏 叶月 蔚来 光西 还有太郎 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他们终日在大街上闲逛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不良团体 阿敏虽然加入了团体 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的父母也是高中老师 叶月是个美女 而他的父亲是黑帮成员 如果这些人知道叶月死下来 和阿敏这种肥宅有交往的话 阿敏的下场应该不会太好 未来的身世比较神秘 父母离异 但听说他的父亲是个爵士乐手 他曾经说过 想要参加爵士乐团 只需报出他父亲的名字 随便就能通过 但谁知道 光西的父亲是一个卖鱼店老板 阿敏他们曾经去过他父亲的店 他的父亲十分高大为盲 而光西也完美地继承了他父亲强壮的记忆 太郎一直没有告诉别人 他的家到底住在哪 可能是他一直以家里那个 殉酒成性的酒鬼父亲为耻吧 而他的母亲在太郎三岁时就去世了 这也可能是他父亲殉酒成性的原因吧 叶月刚开始告诉众人 他的父亲只是做生意的 但大家每次都看到他坐着豪车 身边还有着保镖 那保镖的派同明显就是黑帮的样子 阿敏与这些人的共同爱好 就是一起看漫画 他们经常去一家二手书店 因为那里有许多老书 其中不乏经典的恐怖漫画 比如《一藤润二的漩涡和鱼》 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叶月 花钱收买了一个风月女子 让她去吸引保镖的追历 这样她就能趁机和他们玩通宵了 叶月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她长得很好看 也很有钱 却只是和阿敏这些 并不是很优秀的人一起玩 大家一起聊天 摇滚月 美国大天 还有各种要出的新漫画 阿敏对她一直都抱有好感 但阿敏也从内心清楚地知道 她和叶月永远都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那天他们在咖啡店待到很晚 其实在日本 咖啡店这种地方 白天光顾和晚上光顾的人 完全不一样 那时年轻的阿敏他们还不知道 到了晚上 那家咖啡店 就是一群暴走族的地盘 正在他们闲聊时 几个穿着夹克 样子猥琐的暴走青年走了进来 他们刚进门 就出言调戏夜月 见有人调戏自己的朋友 坐在最外边的太郎 立刻怒斥这群人滚出去 可那些暴走族一看 威胁自己的竟是一个 还没自己肚子高的小屁孩 不由的都大笑了出来 而太郎 即使有夜月的劝阻 但依然勇敢地 与暴走青年对峙了起来 可惜 终归生理上 他是完全处于劣势的 暴走青年大笑着 拽着他的头发 就走出了咖啡店 他们一定要让这个 嚣张的小子知道 什么是现实的残酷 阿敏这时候想去帮助太郎 顺便在夜月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 但他刚上前去 就被暴走青年一拳打翻 紧接着 那群青年开始疯狂地殴打太郎 然而 这是夜月冲了出来 一脚就踹了个满分 而正在那些暴走青年 对眼前这一切愣神时 光熙也冲了出来 他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把小刀 狠狠地插在暴走青年的腿上 那群暴走青年 没想到居然还真有玩命的人出现 于是 都会溜溜地逃走了 赢得这场胜利的众人 互相看了一眼 不禁大笑的情 而此时 光熙刀上的血液 甚至都还没有干 夜月兴奋地告诉同伴 他真的爱死他们了 只要大家在一起 就不会再有人能欺负他们了 而这时 太郎沮丧地表示 他的这种身份 也肯定不会一直跟自己这种人混在一起 光熙现在懂了人 说不定之后就会蹲大牢 大家都是这个世界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真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一起 未来告诉太郎 不要这么悲观嘛 然后他又提了一个意见 大家可以煞血为盟啊 成为永远的同伴 光熙立刻举手表示没问题 然后就割开了自己的手指 未来看光熙居然玩真的 有点害怕 光熙拉着未来表示 没错就是玩真的 而现在轮到未来了 说着便割开了未来的手指 就这样 大家轮流割开了自己的手指 然后将手指上的血 彼此相贴混合 这种情感真的很有意思 超越了情侣之间的爱情 也超越了云与湿的激情 甚至都超越了 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 那是一种流传于江湖之上 只有年轻人一腔热血 才能理解的袍泽之情 手指相贴之后 他们彼此宣誓守护彼此 而他们也称这个仪式为 血之誓言 但不得不说 光熙的是下手真的有点狠 阿敏到现在 手上都留着一条深深的伤疤 后来大家都长大了 太郎就如同他悲观的想法一样 成了一个无所事事 整天游手好闲的午夜游民 群困潦倒的他 只能窝居在新宿的一家网咖里 不得不说 日本的网咖 真的是没钱是居住的不二场所 那里有沙发椅子 可以躺着睡觉 还有热水 可以洗澡 饿了的话 外面有自动贩卖机 而且网咖里的漫画 可以随时免费阅读 网络也是24小时 不中短 如果可以 想在那里打多久游戏 看多久电影 听多久歌都没有问题 而刚刚从睡梦中 惊醒的太郎发现 网络中断了 此时的他 压根还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已经连续打了 36个小时的游戏 发现网络中断的太郎 挠着油腻腻的头发 从隔间走了出来 他呼喊着网管 希望管一下 他现在的网络问题 结果 他刚到前台 就发现网管 和一个没穿衣服的女生 抱在一起 他不在乎 有没有打扰对方的享乐时刻 他可是付了钱的 他有必要讨要 自己该得的服务 而这时 面前抱在一起的男女 突然转向了他 但接下来的一幕 吓得太郎连连后腿 只见网管 正在撕咬着女生的脸皮 就在太郎惊恐间 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是阿敏 他举起手枪 让太郎退后 他来消灭这个疯子 说完便开枪射杀了 两个扑来的感染者 太郎疑惑地表示 阿敏这种人 怎么会有手枪呢 阿敏告诉他 这是光熙借给他 用来参考漫画的 光熙给阿敏参考的枪 居然是塞满子弹的真强 太郎表示不可思议 但阿敏不以为然地告诉他 现在该走吧 走 怎么可能 太郎告诉阿敏 他现在可是杀了人啊 在众目睽睽之下 阿敏不太理解 太郎的众目睽睽 是什么意思 太郎颤颤巍微地 直向了两个 正在向他们走来的感染者 阿敏大叫糟糕 连忙举枪射杀了二人 而这时 太郎拽住了他的枪 他告诉阿敏 现在回头是案 杀人可是重罪啊 阿敏听了太郎的话 疑惑地询问太郎 最近是不是没看新闻啊 太郎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看新闻的习惯 阿敏又接着询问太郎 最后一次跟人聊天 是什么时候 太郎挠着下巴 询问阿敏 他跟人聊天 指的是二次元还是真人 好吧 这一切说得通了 阿敏拉着太郎告诉他 这件事不太好解释 大家边走边说吧 太郎跟上阿敏 向外走去 走了几步之后 太郎发现 阿敏来的时候 就已经射杀了不少 脸上有十字痕的人 阿敏告诉太郎 现在他们要去找 光细和叶月了 画面一转 来到之前剥了皮的男人这边 他终于挣扎着 走到了自己的失误所门口 而这时 还有很多人 不知道病毒已经蔓延的事情 守在门外的两个保镖 一开始还没认出 面前的无皮男 是自己的同伴 然后急忙将同伴 带到了老大面前 他们的老大 是山田组的组长 同时也是叶月的父亲 没错 这个霸气的老头 还养着一只另类的宠物 那是一头凶猛的狮子 山田老大 就是那种拥有着 优雅气质的黑帮成员 就如同教父电影里的老大一样 时刻保持着 得体的气质 当他知道 面前这个小弟的皮 居然被另外一个组的组长扒下后 刚即表示 石黑组应当不复存在 就在他召集人手 准备去火拼石黑组时 那个剥皮男告诉他 不用了 那些人已经来了 而就在这时 全员脸上有着十字痕的 石黑帮成员来到了这里 而他们的老大 手里正提着两个 在外面守护的山田组成员 看着面前这些疯狂的黑社会 山田组老大第一想法却是 他们居然在脸上闻神 这一点都不忧意 这是光熙凑近告诉他 这不是闻神 这是前几天电视上报道过的 某种病毒感染的征兆 感染了病毒的话 人就会变得极度逝去 逝去 那感染了和没感染 应该没啥差别呀 山田说着 从患中掏出了手枪 而他的手下 也纷纷掏出了枪 随机大战爆发 山田的宠物一个飞跃 便扑进了人群之中 几个眨眼 这头凶猛的森林之王 便连丝带咬地杀死了不少感染者 很快 山田组便将对面的感染者消灭干净 不过山田的手下也死了不少 他从是黑族老大身上 拽下自己那个手下的皮肤 然后轻轻地劈到了手下的身上 他能为手下做的事情 已经是这些了 而剩下之后的生活 就要看他自己了 而就在这时 阿敏和太郎也刚好赶到了事务组 山田以为这两个人是对方的漏网之鱼 刚想举枪射击 往昔联盟伸手拦住了他 他表示这两个人是他的朋友 其中一个还是自己告诉过 山田的那个不错的漫画家 山田表示啊 好吧 就这一次 如果外人再敢带着武器进入他的事务所 就连武器和那个人的手一起砍掉 阿敏联盟弯腰道歉 然后真诚地扔掉了自己手中的枪 他表示现在有些不太对劲 他才一直带着这把武器 不对劲 山田不太理解阿敏说的什么意思 阿敏告诉山田 一旦跟这些感染者的体验发生接触 就会被感染 然后变得失觉悟 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会放肚 听到这句话 山田立刻转头 看向了自己一个满身是血的手下 手下连忙表示他没有事情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给一发子弹抱头 再也没了动静 这时候 山田询问光熙自己的女儿呢 光熙如实回答 他的女儿夜夜去参加漫展了 一听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大了 还去参加漫展 山田有些不愿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自己的女儿应该跟着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去的 光熙低头表示 那个女生叫未来 这件事本来夜夜不让他告诉山田的 山田不满的训斥光熙 什么时候自己的位置还没有自己的女儿搞了 不过现在情况紧急 自己也懒得在这件事上跟光熙较劲了 他拿出手机 询问光熙自己的女儿具体去哪了 是求野员那边 光熙表示他本来也想联系夜夜的 但他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号 山田打开手机 告诉他 他的手机还有信号 然后便拨通了自己女儿的电话 电话通了 电话令里头的夜夜告诉自己的父亲 他之前一直试图联系自己的父亲 但没有联系到 山田告诉女儿 没有办法 之前再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询问女儿现在是否安全 怎么说呢 现在的情况 马里奥被人杀了 孙悟空正在疯狂地殴打别人 结巴里的人正在光着屁股狂奔 总之 蹲在高达脚下躲避的夜夜 需要自己的父亲 可以来这里接他一下 十年前 阿敏 夜夜夜等人 结下了血盟 三天前 奇怪的病毒爆发 而夜夜夜与未来 被那些疯子 困在了游乐场里 阿敏与夜夜的父亲 开始前往游乐场 营救夜夜夜与未来 本来 山田组长并不想带阿敏的 因为在他眼里 这两个宅男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阿敏告诉他 在来的路上 他已经解决掉了七个感染者 太郎见阿敏这么说 想了一下 也编了一个自己 勇斗感染者的谎话 山田听罢 便让手下给他们武器 大家开始一起营救夜夜夜与未来 在车上 太郎好奇地玩弄着手里的火箭弹 阿敏和光熙连忙劝阻 可能只是一个不小心 对于自己女儿的执念非常强烈 他本来希望自己的儿子 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 但他没有儿子 他生了个女儿 但即使如此 女儿也应该继承他的一切 所以为了夜夜 山田组长愿意付出一切 而夜夜的朋友也是 可随着灾难的加重 通往游乐场的路 已经被各种废弃的车 和疯狂的人群堵住 山田等人只好下车徒步行进 不得不说 这些黑帮的火力 真的可以媲美军队了 可就在太郎 想要用火箭弹开路的时候 山田拦住了他 他告诉太郎 他们只有三发火箭弹 要留到关键的时候涌 接下来这些 交给他英勇的狮子就可以了 那些感染者不断地涌来 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野兽一样 虽然前路困难重重 但好处是 他们还剩几公里 就可以到举办漫展的游乐园了 那些感染者不断地倒下 但又不断地涌现 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阿敏头一次感觉 日本居然有这么多人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有坚持 可坚持下来 他们发现前途的路 会更加的困难 所有疯狂的市民 全部聚集在大街上 现在放眼望去 几乎可以看见 人类史上的所有血腥犯罪 集结于此 以及 还有比那些更血腥可怕的场景 就连见过大风大浪的山田组长 也不禁感叹 他询问阿敏 这个病毒从哪来的 阿敏告诉他 自己也不知道 但听说这个病毒 已经在全世界开始爆发了 新闻上说 欧洲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还有周围的一些国家 全部都有 而山田的手下也表示 现在他们真的需要 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 山田表示自己知道 但现在 真正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他的女儿 而且确保他女儿的安全 话音刚落 那些正在大街上 狂欢的感染者 也看到了山田一伙人 他们如同潮水一般 向着山田走出来 但即使这样 山田依然拒绝了 太狼想要用火箭筒的请求 山田的狮子 是完全听命于他的 甚至他与山田 仿佛都有了心灵感应一般 山田随便一个手势 便能得到狮子精准的执行 而在凶猛的狮子面前 再疯狂的人类 也只是盘中餐而已 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山田还有狮子和手下的保护 但阿敏 太狼 广西三人 就只能靠自己了 也许他们随时都会死去 那些感染者真的太多了 阿敏认为 现在需要把那些感染者 割裂开才能逃生 广西怒止他 这样完全就是在临阵脱逃 山田的帮人 如果抽出手来 一定会把他们杀掉的 但阿敏觉得 现在情况紧急 没有功夫去解释那么多了 然后就让太狼用火箭筒 设计一栋楼的脚手架 随着一声巨响 脚手架瞬间坍塌 阿敏等人也和山田组 以及那些感染者分开 山田看到这个场景 简直气疯了 如果他们再抓住阿敏他们 一定会把他们大歇八块的 但这个时候 他们能从面前的危机中活命 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了人殿后 阿敏等人 继续向着夜月的方向狂奔而去 但这个时候 光西询问阿敏 如果见到夜月了 怎么跟他解释 他们可是抛弃了夜月的父亲 阿敏告诉光西 不要想那么多 到时候见面了再说 而另一面 夜月与未来正在与另外的感染者争斗 因为从小就在黑帮长大 夜月收拾感染者还算轻易 而未来此时也庆幸 自己当初来参加漫展的时候 居然带着一把真的武士刀 不过 在大批感染者奔来时 他们只能选择仓皇逃命 然而还算幸运 夜月与未来躲进了一间 鬼屋存放物品的仓库 躲进仓库的二人 也稍稍平稳下来 夜月拿起电话 想要联系自己的父亲 播了几次之后 都无人接听 他不知道 此时自己的父亲 正陷入血战之中 完全无暇接听女儿的电话 本来未来也想打电话的 但她的手机网络中断 于是夜月又打给了阿敏 还好阿敏的电话是通的 当得知自己的朋友 已经赶来救自己时 夜月连忙告诉他们 他们现在在鬼屋后面的道具仓库 然后又阻托阿敏 注意安全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不过 挂断电话的夜月 觉得阿敏的状态有点怪怪的 他只能默默地希望 这一切跟自己的父亲没有关系 知道有人来救自己 夜月与未来也放松下来 他们谈起了夜月与阿敏的关系 夜月表示 自己确实挺喜欢阿敏的 但也不是那种喜欢吧 未来告诉夜月 如果阿敏瘦下来的话 说不定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实在不行的话 光细也不错 夜月可以把光细想象成阿敏交往 夜月笑了两下 表示这都是什么鬼问题 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要把最后的时间 都浪费在讨论男人身上好不好 之后 又提到了未来的一些工作 未来表示 自己做圆交 也只是陪那些大叔玩一玩而已 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关系 总之 关罪那些大叔 然后偷走他们钱包 保全自己就可以了 夜月却劝阻未来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时间长了迟早会出现问题 此时的未来 也没把夜月的话当回事 他找了一个面罩戴上 然后与夜月调笑起来 接着 他们又探讨了一些 比较隐私的话题 未来告诉了夜月 一些自己工作上的秘密 比如 碰到一些心里不正常的客人 和一些恶心的事情 听了未来说的话 夜月不禁笑了起来 可他刚笑两声 未来就询问他 自己已经说了秘密 现在 在这种末日之下 大家应该互相交换一下秘密吧 夜月愣了一下 然后告诉未来 其实 未来现在都能安然无恙 是因为他的父亲山田存在 当初 一些被未来骗过 偷过钱包的客人 有不少都选择去报警了 而夜月在私下 叫自己的父亲照顾未来 所以 他才没被警察逮住过 夜月的父亲 山田组长有着很大的势力 在新宿区有一半的警察都听命于他 听了夜月的话 未来虽然有些感动 但也有些不开心 他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好友 之前要隐瞒这些 夜月拍着未来的肩膀 告诉他 隐瞒这些 只是不想让未来感到愧疚而已 同时 他也希望未来 不要因为这件事 生他的气 未来表示 他没有生气 只是觉得自己这样 一直被蒙在鼓里 很不开心 可未来话音刚落 一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碎肉 就掉落在夜月的手上 还未等夜月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 更多的碎肉掉落下来 甚至 有一块直接掉落在夜月的头上 夜月与未来抬头望去 只见两个感染者 正趴在木箱上 分食着一个人 夜月没有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两个感染者 而且这两个感染者 甚至没有在他们一进门的时候 就攻击他们 这时候 发现夜月注意到自己的感染者 猛嚼了两下自己嘴里的肉块 然后迅速从木箱上跳下 夜月与未来两人见状 急忙摆好架势 准备对抗感染者 而就在这时 仓库的大门被打开了 阿敏的声音传了进来 他告诉夜月与未来 离那些感染者远一些 一旦接触了 很可能就被感染了 阿敏的话音刚落 太郎就兴奋的掏出手榴弹 扔下了那两个感染者 还好 这是夜月与未来 已经跑到了他们身边 不过 在室内使用手榴弹 是十分危险的 太郎无奈的表示 自己的枪在消灭 外面那些感染者时候 就已经用完了所有子弹 现在只有这种办法了 广西看见感染者 走向手榴 怒斥太郎 如果感染者 现在把手榴扔回来 他们就死定了 可那个感染者 捡起手榴后 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傻乎乎的放在嘴里 瞬间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两个感染者 也被炸成了一滩碎肉 眼前危险解除 夜月急忙询问阿敏 他的父亲呢 阿敏与广西告诉夜月 他的父亲 因为感染者的原因 被他们抛弃了 而他的父亲 很可能已经死了 听了这个消息后 夜月有些难以接受 可就在这时 夜月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电话 电话那边 传来山田组长的声音 他接忙询问 自己的父亲在哪 只听见电话里 山田沉着冷静地告诉他 女儿向后砍 众人急忙转身望去 只见山田组长 带着两个手下 以及他那只满身失血的狮子 早已杀猪重为 赶到了女儿这边 不过 现在山田组长 想要找一些抛弃他的人 算一算总账 阿敏等人的五指联盟 成立两年后 夜月就帮助阿敏 完成了成人仪式 不过并不是爱情 而是夜月想帮自己的朋友 了解一下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甚至 他在第一次之后 就告诉阿敏 他们只能有这一次了 之后真正的在一起 是不可能的 最后 夜月还告诉阿敏 可以学着光系那样 去留一脸落塞狐 八年后的末日 阿敏也这样做了 但夜月依然没有 与他正式成立关系 而这个时候 夜月的父亲 已经拿着枪指着他了 他本来想立刻杀了 这群背信弃义的家伙 但看在他是 自己女儿朋友的份上 于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只要说出一个 令自己信服的原因 山田就不会动手 阿敏大声地告诉山田 自己深爱着他的女儿夜月 然而 听到这话的山田 却不禁笑了起来 真的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啊 他本想让自己的女儿 和他一起嘲笑 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肥斋 但夜月并没有理他 山田笑了几下后 告诉阿敏等人 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 自己的组员死的 只剩下三个人了 时情况紧急 只有一伙人留下来吸引火力 另一伙人才能逃出去 而这也是唯一能救夜月的办法 山田不爽地回答 那也应该是 他们三个废物留下来断后 而不是自己这些强力的手下 可就在众人争论之间 夜月大声地提醒他们 有更多的感染者从远处袭来 山田组连忙开枪射击 然而那些感染者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 夜月拉住自己的父亲告诉他 现在应该进入室内 那里有掩体 而且还能避免被感染者 从四面八方包围 山田听罢 不禁赞叹 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 黑老大的统领风范 接着便让手下进入了鬼屋仓库 关闭大门之后 阿敏老实地告诉山田 他们的子弹已经一颗都没有了 他希望山田能和自己合作 山田笑着告诉他 确实自己还有一些子弹 但鉴于之前的背叛 只能等阿敏这些人 在这次的感染者袭击中活下来 才会分给他们 而此刻 仓库的那扇门 已经被数不尽的感染者 从外面撕裂 未来健壮急忙告诉山田 现在他们应该进入更加狭小的鬼屋 跟那些感染者周旋 阿敏等人刚进鬼屋 鬼屋的后仓大门 便被美少女战士 与孙悟空感染者冲破 不得不说 日本的鬼屋做的还是十分精致的 那些冲进来的感染者 一时间都没有分清 哪些是真人 哪些是假人 甚至有些感染者 他们交够的欲望 远远大于杀戮的欲望 刚追到一半便开始了云雨 这也给阿敏等人创造了机会 未来与狮子上前 干净利落的斩杀了几个感染者 但因为面前的情景 太过荒诞离奇 再加上那两个 被斩杀感染者的装束实在炫苦 阿敏和太郎不禁停下来 多看了几眼 旁边的山田组成员 连忙提醒他们 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 可就在这一提醒的瞬间 一把尖刀从后面 贯穿了山田组成员的脖子 夜月见状 急忙拿起了山田组成员 掉落的步枪 他开枪杀死了 阿敏面前的感染者 然后告诉阿敏他们 不要再发呆了 明明说话要守护夜月的人 此时却被夜月守护 然而 这个小小的插曲 导致了整个防御队形的混乱 另外一名山田组成员 也被疯狂涌来的感染者虐杀 感染者甚至将那名 可怜的成员肚皮整块割下 腹中五公三皇 瞬间掉了一地 现在的山田组 只剩下了组长夫妻 和那只凶猛的狮子 阿敏告诉山田 管好自己的狮子 现在退后 剩下的由他们来解决 说完 他便领着自己剩下的四个朋友 将手榴弹扔到了 汹涌而来的浪潮之中 随着一声巨响 在狭小的空间内 那些感染者被炸得七零八落 在杀死这么多人后 阿敏甚至感觉到了难言的亢奋 山田看着这一切 告诉众人 看在他们还有点用处的份上 自己就放他们一马吧 阿敏这个时候 却不服的告诉山田 他的手下已经死光了 现在应该是 自己人放了山田一马才对 山田大怒 赤子阿敏说的都是什么屁话 等逃出这里之后 只有自己能做军队都攻破不了的 要塞堡垒 才能获得所有人周全 终关整个日本 谁还能做到这些 接着山田继续告诉众人 在到达堡垒之前 自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整个团队中 他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又走到未来面前 他告诉这个双马尾女生 未来欠了自己非常多 至于太郎的话 就是个情伤为零的死人 自己也没必要跟他下手 接着是光熙 他作为自己的手下 却背叛了自己的老大 不过看在他跟在自己身边的份上 也不至于让他来偿命 不过他得按道上的规矩来自罚 光熙听到老大发话 便也没有再犹豫 他迅速跪下身子 然后便割断了自己的手指 山田见状也原谅了他 然后掏出打火机 为光熙止血 阿敏看见自己朋友痛苦的模样 冲上前去 想与山田组长拼命 夜夜急忙拦住他 说那只是一种止血的手段 最后山田将目光放在阿敏身上 他可以看出阿敏这种人 对自己有着非常大的怨念 迟早有一天会杀了自己 阿敏连忙低头表示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这时候夜夜夜上前 劝阻自己的父亲 可以放过阿敏 并表示 自己从来都没有求过父亲什么 但这一次 他真的求父亲饶了自己的朋友 山田不爽地表示 夜夜夜在自己这里 已经求了很多东西 包括庇护未来 而自己的女儿 应该看重组织之间的情谊 家族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面前这个背信弃疑的死非宅 听到父亲说这话 夜夜脸色一变 夜夜鄙夷的告诉父亲 他把一切都说得这么好听 为什么 当初他还杀了自己的母亲 听到夜夜的话 山田不屑地表示 那是那个女人自己的选择 夜夜指着光细说 没错 就像光细断指谢罪一样 都是所谓的自愿 说完夜夜面露凶光 他告诉山田 自己也有着忠诚 也有着家族的感情 不过 他的朋友们才是他的家族 他的忠诚也只属于自己的朋友 听到自己女儿 居然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山田特地愤怒了 他告诉女儿 他是自己事务组的组长 他也有着自己的家族 组织就是 他与组织里的弟兄情同手足 但现在因为救了自己的女儿 他大部分弟兄全都没了 阿米担心山田伤害爷爷 于是 挡在两个人之间 告诉山田 现在世界变了 他的那些弟兄 现在要么死了 要么全都跑了 而现在 山田只是一个 没有人拥护的光杆司令而已 没人拥护 是啊 没人 但自己还有着一只狮子 说完 愤怒的山田 便命令狮子将阿米扑倒 眼看狮子的血盆大口 马上就要撕断自己的喉咙 阿米连忙向叶月求助 不过 此刻的叶月 却痛苦地跪在地上 他被感染了 此时 叶月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 他想到了父亲 当着他的面 用电棍训练狮子 也想起了父亲 因为母亲生了女儿 而不断地训斥他 叶月从小到大 都被父亲 以未来组织 继承人的身份培养 毕竟在日本 黑道组织也有不少女性领导者 不过这些女性领导者 无一例外 全都是内心极为强大之辈 而他的父亲 为了锻炼自己的女儿 将女儿饲养的宠物狗 喂给了狮子 并强硬地要求 女儿必须当场看完整个过程 山田告诉叶月 统领黑道 这意味着不能以凡人的心思 去思考问题 他们必须承受 凡人无法承受的巨大痛苦 总之 山田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儿 培养成完美的继承人 但他并没有做到 叶月一直与自己的朋友玩爽 甚至还把阿敏带到狮子面前 他曾高兴地告诉阿敏 只要有他在 狮子就不会攻击他的朋友 没错 只要有他在 狮子就没有办法攻击阿敏 即使疯狂的欲望充满了大脑 叶月还是坚持着站起身拦住了狮子 而狮子听见自己小主人发话 便停止攻击 并无视了山田的命令 缓缓走到了叶月身边 相比一直用强硬手段的主人 他更喜欢这个带给自己温暖的小主人 山田见状 便想开枪打死阿敏 可叶月又一次拦住了他 这时的叶月已经完全感染转变 他拿枪指着父亲 要求他放弃攻击阿敏 山田见女儿还有意识 虽然绝望 但他还是慢慢地走到女儿面前 山田告诉叶月 一切都会没事的 他们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疗 等一切平稳了 他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但疯狂的叶月却奸笑地告诉他 不可能了 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 他没有了组织 没有了权势 没有了地位 他曾珍视的一切全都灰飞烟灭了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尊重和爱他的人了 就连那只狮子也怨恨着他 同样怨恨着他的 还有自己 听到女儿画的山田组长 已经完全放弃了硬汉 而优雅的黑老大形象 他哭着告诉女儿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叶月 而叶月就是他的一切 可叶月没有听 他继续疯狂地向着山田咆哮 他告诉山田 自己从来都没有把山田当过父亲 他恨着自己的父亲 从山田第一次杀死自己养的宠物狗后 他就已经没有父亲了 山田听了这番话 最后一丝信念也破灭了 他为之付出的一切 却从来都没有喜爱 或尊重过他 万念聚会的山田掏出手枪 这个世界 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留念的东西了 想着便对自己的脑袋 扣下了扳机 看着已经倒下的父亲 感染转变的叶月 没有丝毫怜悯 他命令狮子 去吃掉这个该死的老头 看到这个场景的阿民 也有些受不了了 他想让叶月停止行动 未来却拦住了他 并让阿民小心 现在的叶月月 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月了 但阿民还是觉得 这个叶月是不一样的 就在刚刚 他还救了自己 叶月停了表示没错 不过现在的场景 让他有了一丝奇怪的欲望 那就是 如果和可以每天 交购几十次的狮子 云语一番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果然感染了就是感染了 众人见状 连忙上前控制了叶月 之后 阿民等人将叶月 绑在了鬼屋仓库的柱子上 他们不知道 该怎么处置 自己这个昔日最好的朋友 甚至他们都不敢把袋子 从叶月的头上拿掉 因为天知道 叶月会不会一口浓潭 吐在他们的脸上 最后导致全员感染转变 就在这时 叶月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仿佛诱惑一般告诉阿民 为什么没有告诉其他人 他们曾经发生过关系 明明阿民是爱着自己的 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呢 阿民听了 很是心动 但不知道怎么回答 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叶月便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感到无聊的太郎 好奇地询问阿民 真的和叶月发生过关系吗 此话一出 本来沉默的叶月 突然来了兴致 他告诉太郎 不用因为这件事 去羡慕嫉妒恨 如果他愿意 现在就可以来和自己 云狱一番 大家都是好朋友 想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就这样 说了一会儿后 叶月表示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喝水了 现在渴得要死 阿民走上前 小心翼翼地摘掉了 叶月的头套 已经准备好的未来 将沾着水的海绵 塞进了叶月的嘴里 虽然很不爽 但叶月还是大口的 瞬息了起来 喝完水后 叶月又想开车 但被光吸 用布条勒住了嘴巴 可几个小时后 那根布条 就被叶月咬了个粉碎 众人看着叶月疯狂的样子 不仅感叹 幸亏 这种病毒只能感染人 如果旁边那只 庞大的野兽都被感染了 那一切真的太可怕了 不过说到疯狂 大家也都发现 叶月明明有机会 但他依然没有让狮子 去攻击阿民等人 他明明可以控制狮子的呀 就这样 一连过了两天 阿民等人靠着鬼屋里的 自动售货机生存 他们本来想等 外面的感染者离开后 就前往山田提到过的 堡垒生存 但仓库外的感染者 丝毫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意思 甚至数量比前两天 还多了一些 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那些感染者 还没有发现仓库里的众人 叶月依然满嘴 误会的开着车 但阿民发现 他不但没让狮子攻击自己 甚至没有呐喊 吸引无外的感染者进来 听了阿民的话 正在开车的叶月 却突然正静下来 他告诉阿民 为什么自己要那么做 毕竟这里都是他的朋友啊 未来表示 不要相信叶月的鬼话 他现在已经被感染了 应该满脑子都是杀人和交购 光熙也不太相信 感染的叶月会有好心 光熙表示 仓库已经待不下去了 所有的食物和水都耗尽了 他们只能等晚上 趁着夜色悄悄摸出去 虽然这么说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计划能让团队全部覆灭 看着叶月的阿民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凑近叶月 询问他 真的不想杀自己吗 叶月点点头表示 自己现在是 有很强的杀戮欲望 他想杀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但除了自己的同伴 叶月认为 这个世界除了自己的朋友 剩下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而自己的朋友之间 就如同他们的誓言一样 可以彼此守护 彼此相连 听到叶月这么说 阿民动摇了 他告诉其他人 他们应该像当初的誓言一样 彼此守护 彼此相连 其他人都认为阿民疯了 要是真像以前那样宣誓 他们都会感染转变的 然后失去理智 互相残杀 阿民告诉他 不会的 一切都不会的 而在这个时候 其他人发现阿民的身后 叶月已经挣脱束缚 站了起来 但摆脱束缚的叶月 依然没有攻击他们 他告诉众人 阿民是对的 自己根本不会伤害自己的朋友 虽然他不知道感染后 朋友们能活多久 但自己都可以这样 更何况 自己的朋友呢 他们一定不会互相伤害的 而且在感染后的世界中 他们五人的联合 一定会所向披靡 看着面前的一切 众人也慢慢接受了 感染转变这一点 虽然大家都有些怀疑和担心 但一切都无所谓了 反正再也不会有将来了 就像十年前的那样 阿民 光熙 蔚来 叶月 太郎 五人 历史要保护彼此 成为永远的朋友 十年后的众人 再次划开了各自的手指 接着将伤口相连 然后让彼此的血液互相混合 人类的文明历史 终将会灰飞烟灭 现在的钢铁都市也终将化为废墟尘埃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时间 再也不会有人记得 人类是如何征服星辰大海的 同样 阿民他们的五指联盟 也不会有人记得 但此刻 他们存在 这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 有趣的 感谢观看